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工厂内起火燃烧 熊熊火关伴随农烟不断窜出 警销人员赶到赶紧布水线灌旧 带您关心现场情况 27号晚上8点半 高手小港区金旅街 一间废弃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燃烧 400平的厂房内瞬间烧成一团 由于厂内堆制大量木材火势更为凶猛 甚至延烧到隔壁橡胶工厂 橡胶工厂老板听闻消息 赶忙到现场带您听一段访问 老板语气相当着急 没想到自家工厂会被这一场大火给波及 为了阻止火势继续蔓延 警销也出动怪手机具搬运木材 带您听听消防人员的说法 消防局货报共派遣26车68人 前往抢救花了三小时才成功将火势扑灭 也幸好火灾发生 当下工厂人员都已经下班 没有人受困或伤亡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带领清